王小鸭1968年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凭借开心词典栏目走红 深受众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做起经济半小时的实习主持人 并在1998年全国经济节目 优秀主持人评比中获得第一名 2000年央视全面推出新型意志类节目 开心词典 王小鸭担任魅力主考官 清新脱俗的形象 立刻让观众记住了她的名字 成为央视迅速走红的一匹黑马 王小鸭也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作为著名央视的主持人 她的普通话之标准当真是少有的 为此2008年之时 她被推选为中国普通话形象大使 事业样貌不及懂清 她的前任老公是个房地产商 很有低调结婚 随着年龄的增长 可能已经没有往日的容颜 但是很感谢她在当年 并不是很多电视节目的时代 给我们的带来的欢乐 今年来 王小鸭是慢慢淡出主持人岗位 转战幕后工作之上 生活中的王小鸭很是低调 也从来不缺乏心合力 随后的她脸上 总是带着纯真的笑容 近日有爆出王小鸭的镜长 面部皱纹非常明显 已经是老太披露了 随后的她脸上 总是带着纯真的笑容 毕竟也差是50岁的年纪了 跟之前主持开心次见时 判若两人